HELLO 大家好 我是丁丁 今天這支影片主要就是在講 《施煉之塔》的打法教學 那我們《施煉之塔》今天 即將進入了31到40樓的區間 那這個區間相信很多玩家 開始會感到有一點點的吃力了 因為怪物強度提升了 那這個一樣可以用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打過這一關 就是你往下走走到地圖的正下方 這邊會有一個障礙物 你可以從小地圖右上角那邊看到 那這個障礙物可以讓你 把怪物卡成兩個方向的進攻 所以說你最多就是兩隻怪在攻擊你 讓這樣子可以大幅降低 當你機體不足的情況 遇到這些怪的時候的難度 那這個玩法也適用於很多高等力圖 當你需要卡點打或是被圍毆的時候 利用走位可以很輕鬆的化解掉 這個一些危機的情況 那這個打法在之後 五一到六十樓可能 或是一到五十樓可能又不適用 因為地圖會不一樣 所以你們就因應地圖上的各種障礙物做調整吧 那希望能夠順利通關囉 大家好我是丁丁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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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拍照 拍照 拍照